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禮歡迎繼續回來我們這一個新夜深淵傳說 那麼我已經去搞了很多東西了 首先呢就是我們原本呢是有四本這個書對不對 那但是四本還不夠我弄到那個最高等級吧 所以這四本加上去我應該只能夠到達十一等 那最高等看起來不是你不是喜馬寶典喔 欸是這一個寫足指南書 最高等呢我們是得要到達這個十四等 所以還差三本吸血鬼的書喔 但是不要緊那個我們在冒險的過程之中一定都可以找得到的吧 然後我就打了相當相當多的人類心臟以及我打了相當多的男爵 所以好像這一邊也許就已經足夠我可以升到最高級了 那就是差輸了對人類心臟應該我不確定欸 欸會不會我感覺這邊會不會不夠用啊 我感覺其實不夠用欸 對啊這邊還不到這邊其實也不到一百個喔 應該多打幾個的 然後我很多的等級呢其實就拿去就是用在那個附魔的書上面了 所以我想我這一把劍啊還是什麼的應該是可以那個吧 可以那個把它給弄到更強勁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在附魔的時候其實也有得到一些 其實我還不太知道說像 其中有一個東西叫做光之穿刺 我還真的不太清楚這個光之穿刺到底是用來幹嘛的 所以我們乾脆就把光之...欸不是你弄錯地方了 這個地方 光之穿刺我們就把它給弄在這上面來吧對不對 所以這邊有光之穿刺4 然後中級呢是1 欸中級的部分是不是給他的嗎 欸是欸 所以中級是可以給他的 所以這把弓可以變得更強的意思嗎 欸等一下光之穿刺好像還有另外一個有 中級就給他吧 就這麼決定了 就這麼決定了 所以說我再看一下我還有其他什麼書啊 這邊的話呢還有這個魔法攻擊力1的嘛 那應該不太需要 吸血鬼殺手好像也不是很需要喔 有鋒利 鋒利4應該是要的 然後這邊還有無限以及強力4對不對 我們也把它拿下來一下 哇喔 所以真的感覺好像 像呃 真的都附魔在書上感覺真的比較好喔 就是 你可以隨時呢挑自己想要使用的附魔來啊 光之穿刺這邊來一下 那是鋒利嘛對不對 欸已經不能來了是嗎 真該死 真該死 沒關係沒關係 所以有光之穿刺不太曉得 是不是會比較強勁還是什麼的 那再來最重要的是這個無限吧 所以這把弓真的傷害特別的高 那我打男爵真的消耗太多的箭矢 所以我的劍又要重新的那個在 呃收集過了吧 只是這個威力應該又更強了 喔不對 無限根本就不需要重新收集了 yes yes 對耶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這把弓現在應該已經強到了一個難以 難以說明的境界了吧對不對 那其他的東西就先放進來吧 其他的好像也不是太需要吧 輕盈是不是可能我的鞋子 我的鞋子還能弄一個輕盈上來嗎 看一下好了 怎麼又放錯地方了 這邊來看一下輕盈 喔可以的 那就有保護4架輕盈1了 那就直接給他附魔下去 哇哦 所以我們現在該做的事情呢 就是不斷的在繼續的加強自己 加強自己 加強自己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 細血龜等級 繼續上去 然後我們就要去找那個 呃一些地牢去闖一下對不對 那這邊呢全部都拿出來一下 我相信我這邊應該是足夠 我直接升4級吧 這邊我當然也已經 因為有挖礦喔 挖了很多 所以旁邊這邊的祭壇 我已經把拉西升到最高等級的祭壇了 也就是說我要 直接升到最高等級 都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喔 那這邊我們直接把心臟一堆放進去吧 然後一本書放進來 然後應該是先從這個吧 先放進來一下 來了 是時候到了 空手點一下 沒問題 接受我們的吸血鬼的力量來了 呃好像有點慢 那他的光柱呢 是要打下來 打到我的腳底板這邊來 哦哦哦哦哦 該死 這旁邊那一個 我真的覺得應該讓他停下來了喔 好像沒有必要說那麼多對不對 這個珊瑚氫染效果真的是還蠻麻煩的 是不是可以讓他停下來啊其實 因為我在這邊已經很久了 他怎麼能量還沒收集滿嗎 我就覺得蠻奇怪的 能量應該滿了吧 輸的 至少輸的能量應該是滿了吧 輸的能量是滿了 所以這個基座難道他不會滿的嗎 不對啊之前看他是會停的啊 那就先不要管他了 接下來我們就繼續了在這裡面呢 我們再多放一本書進來 應該也還是用這個吧 等級2的純淨血 繼續再來一次 那這個珊瑚氫染真的是特別的久 超煩的 幸虧我在這邊是可以有抗性吸收效果 就沒在怕的 哇超紅耶 為什麼這一次這麼紅啊 但是等級升越高越紅是不是 在那個我的眼前剛剛真的是有夠紅耶 所以接下來如果還要再繼續升級的話呢 我們還是需要一本書 但是好像要的這個全部放進去好了 應該是這個了吧 我之前看這本書上面好像是這樣子的喔 所以我們來再一次 果然沒有錯 果然沒有錯 我們這一次呢可以直接升到等級11 等級11的這個吸血鬼啦 我們可以直接來這邊看一下喔 所以我們當然是先把這一條呢直接走滿嘛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什麼 黑暗血 射出一個黑暗血嗎 還是什麼的 管他先點下去喔 欸所以我現在已經來到等級10了 所以還有一個 我們這個 凍結就直接給他解鎖下去吧 沒問題 然後呢我們就再來 欸還沒有嗎 我們看一下 喔還在放一本書進來沒有錯 太好了 直接升到11級 直接從7升到11 但是我血量最大值其實也沒有加多少啊 喔我的盾牌忘了去修了 喔耶 斯 來了 來了 等級11 那就只能走這一條囉 所以這個防曬高先給他下去吧 防曬高應該是可以讓我減少一些太陽的對我的傷害吧 對不對應該是的 這邊是不是停了 喔他終於停了 所以這邊真的是已經完全全滿了 呵呵 所有能量全滿了 再也不用擔心說會有一些奇怪的效果出來了 欸 等等大家看 我現在那個寶石度的最大值怎麼好像又已經上升到了 準備幾乎要到兩條了耶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哇 大家看技能環 喔防曬高是技能之一啦 所以這個用下去的話應該就是 暫時可以不用怕太陽賽吧 然後凍結也來了 凍結來了之後我們還可以射出這個東西 但是我怕在這裡面射會被打到他們之類的 出來這邊試試看好了 這邊有一個苦力怕在這裡喔 我能在蝙蝠狀態之下射擊嗎 看看好了看看好了 等他慢慢的朝我靠近 呃 射 可以耶蝙蝠狀態下可以射擊的耶 壯厚 但是這個這個發射的話到底是會消耗我的什麼東西嗎 好像也沒有特別消耗什麼 好 發射 哦 吼吼吼 Oh my god 欸這個東西蠻厲害的耶感覺 而且也可以吸收得到血喔 對不對 我們要去 地牢裡面呢 搜刮更多的東西 其實 唉唷 我習慣那個變身成蝙蝠是這個地方了 結果就一個不小心就給他弄下去了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乾脆 看看能不能進去好了 這邊一個地牢嘛 對不對 這個感覺好像其實也不太像什麼地牢 是不是就是一個 這個 我這邊可以往上彈 這邊可以往上彈 看樣子我們要彈上去了 這是怎麼搞的 這是 所以上來之後 原來上面是一些傳送門啊 那這邊真的是要我們傳到地牢裡面去囉 我們有綠色的跟這個 類似紅色的喔 等等 我們先稍微喝一下 然後呢 再準備出發一下 準備好我們的劍 出發 沒什麼東西 再走一下 我們又到了一個 沒有東西的地方 然後又出來了 是想怎樣啊 我們要走綠色的這一個了 看來沒有錯了 很好 所以像現在我們應該是已經 又強到了沒有 沒有人是我們的敵人了吧 這個根本一走過來 隨便揮一下就可以砍死一個人了耶 這個真的是 有點太可怕了吧 這個 我現在的狀況啊 那 其實我看要旁邊這邊的東西我們來挖一下 應該就直接過來就行了吧 喔 果然沒有錯 這邊還有可以上去的地方喔 雖然不太知道是不是本來就應該讓我們挖喔 但這個東西都不是我要的 那東西都不是我要的 所以這邊倒是可以拿一下 然後金錠也先拿一下 當然我的金 黃金應該已經夠用了啦 這個再拿一下 可惡啊 都沒有輸 乾脆地獄疙瘩也拿一下算了 我是不是要換一個光之穿刺的打打看啊 黃色的來一下 嗨 你好 好像並沒有比較強啊 說實在的 這邊到底是一個什麼狀況啊 這邊這些東西挖掉也沒什麼意義啊 紫色的那邊可能被什麼東西給卡住了 我被傳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怎麼被卡住了 等等 我怎麼在這裡被卡住了 這不太對 這不太對 如果要把我像這樣卡 欸 卡出來了嗎 還沒 好吧 這個地牢 畢竟都還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存在喔 欸真的是 超級詭異的 喔 我看到了另外一個 這一個也許會稍微有意思一點吧 對不對 這個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空中 飛艇嗎 他是一個飛艇嗎 好像是好像不是喔 感覺也許不是吧 所以我應該從哪邊開始算是我們的入口呢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變回來 直接開箱子就對了 什麼都不要管了 腐肉直接塞進去 每次進來這些地方呢 總是會得到莫名其妙的一大堆東西 對不對 那這個就直接走進來 砍死他就對了 好簡單啊 喔 喔 這邊是寶座欸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啊 這一個空中飛艇 想來打我啊 這個傢伙 欸這邊有兩個箱子太好了 但是 可不可以親你 再給我一些有用的東西 這邊又有另外一把那個吸血鬼的劍了 但是沒有什麼重要的 綠色的直接走一下 這邊有很多的房間喔 看樣子這邊應該是所謂的船員休息室是不是 很好 果然又是這樣秘密的一個傳送門 被放在了這麼一個奇怪的地方裡面 所以我們又再次來到一個奇特的地方 這邊應該是可以讓我們挖的吧 喔喔 這可以走出來吧 走出來 真的有路可以走欸 其實 喔 所以走到了這邊來了 那我們其實也可以不用走出來的吧 這裡應該也是一樣吧 打一打到最後呢 應該是一個BOSS在這裡 欸 這邊的話都有屏障在喔 所以進不去 這邊也可以挖一下的 從這邊挖進來 很好 這邊還是屏障欸 那我們從這邊挖進去好了啦 還有屏障 哇 到處都是屏障 這邊可以開了 但是呢 挖了一堆屏障 挖了一堆箱子出來 開了一堆箱子出來 裡面為什麼一本吸血鬼的書都沒有啊 那邊有箱子在那邊 我覺得我直接變成蝙蝠在這裡面飛來飛去好了啦 這邊是可以直接進去嗎 我覺得BOSS所在地會不會應該就是在這附近而已啊 我們再變回來一下 我直接飛到比較高一點的地方來這邊看一下好了 還不相信這邊有這麼多的箱子 這麼多的箱子居然會 真的連一本吸血鬼的書都沒有嗎 好吧 看來只好殺進這裡面來了 這裡面感覺已經越來越像是一個 準備要迎接BOSS的房間了是不是 這邊下面可以先走一下看看好了 上面還有得走 所以這邊是從這邊走上來 正常來講應該是要從這邊走上來的吧 這邊還有箱子 太好了 有新圖有新圖 但是這邊附近很多怪先砍一下 這邊居然會有新圖耶 所以有新圖然後好像我剛剛好像也看到有吸血鬼的書 太好了 一本吸血鬼的書 這個破碎3算了吧 那還有一些一般的書嘛 然後最重要的是還有新圖 太好了 所以我們又再發現了更多的 更多的這個星座了耶 這樣子也還算不錯吧 我覺得 這經歷就沒有必要了吧 來 沒了 沒了沒了沒了 這個再拿進來已經沒了的話 代表說我們已經 找到了所有能找的星座了 沒錯 所有能找的星座都已經找到了 那就把所有的星圖先放進來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星座這邊的話呢 後面就是一直還有這些奇怪的東西嘛 最後是找到 多找到這兩個 這些都還是問號 所以 到時候的話呢 我自己再去那個 透過天文望遠鏡再把他們給找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重點是這本吸血鬼的書呢 一定要先拿一下 喔 這邊還有很多其實可以走耶 我一直在往下走 然後 我看見下面那邊有一個傳送門 但是最重要的是這邊居然還會有一個 這邊有屏障耶 那邊應該是沒有的吧 從這邊過來 還有一個箱子的話呢 只要有箱子就要開 有箱子就得開 吸血鬼的書 拜託給我多一些 啊 這也太難了吧 那這邊還有一個奇怪的傳送門嘛 我們先傳一下好了 這裡面居然會有樹 又是一個這樣的地方耶 又是另外 應該是另外一邊那個船員休息室的另外一邊吧 這裡面居然會有樹耶 怎麼搞的 居然在飛船裡面種樹 所以就是這邊還有一個傳送門就傳一下吧 唉唷 居然是被封起來的 唉唷 哇這是什麼奇怪的地方啊 這邊為什麼會積水的 身為吸血鬼 我最怕的就是水了 這邊有另外一個傳送門被夾在了這裡面了 走 黃色的傳送門 哇 這真的到處亂走 全部都是傳送門耶 這邊又有兩個傳送門在這裡了 喔 所以在這樣子又被傳送回來了 好吧 所以最後呢 再一次把我傳到這個地方來了 所以我們就應該繼續的走樓梯往上面走 往高處爬 應該就可以找到這個 應該是蜘蛛BOSS船長吧 那我們忘了是喔 這個凍結到底對這個蜘蛛BOSS到底有沒有效呢 不然這個凍結好不容易都出來了 還是要來試一下的嘛 所以我們要繼續的往上面走 這一趟出來呢 很可惜的 居然只找到這麼一本吸血鬼的書喔 但是沒關係 絕對還有辦法再找到更多的 唉 這邊出來是最後呢 藍色傳送門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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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在這邊先睡個覺了 但是你給我下去 居然敢給我往第一處爬 居然要直接在這邊睡覺 不過這一趟也還不錯 我們還找到的就是最後的兩個星座呢 其實也都找到了 對吧 然後凍結是在這裡嘛 對不對 很好 這個上去搞不好就BOSS就來了 唉 沒有 雖然是還沒遇到BOSS 但是應該也快了吧 唉 這邊是什麼狀況 這邊 這裡也太怪了吧 好 總而言之我們再把其他的箱子也都開一開吧 目前看起來 實在是 還是沒有吸血鬼的書嗎 真的都沒有了耶 這邊到處都蠻奇怪的 這邊有一個陷阱出物箱喔 看不見的 這個大概就是生成時候的一些BUG了吧 那我們也差不多該從這邊 唉 先喝飽一下 我總覺得這個一上去呢 就是要面對到蜘蛛BOSS了 肯定是的 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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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抓好弓 出發 唉 還沒有嗎 還要繼續往上爬 這邊還紫色的 來 該死 居然敢炸我 喔 這邊應該過去都是怪吧 肯定是的 這邊還有一個箱子喔 這些箱 這些都是鐵鎬而已 不是很重要喔 但是沒想到居然還有更多的金錠 所以黃金的部份真的不是很有必要自己去挖的感覺喔 這邊很明顯 哇 喔喔喔喔喔 別拉了 怎麼這麼多怪 我的天 所以藍色會有一個從那上面下來的 原來如此 那 我應該是 從那個上面下來之後就會有那個蜘蛛BOSS也順著一起出來吧 那我莫名其妙的從另外一個 從另外一條路那邊進來了 等等 我去看有沒有辦法從上面那個掉下來喔 那這個傳送門都亂傳喔 然後順序其實也都不太對 就感覺還蠻怪的 所以我又不知道被傳到哪裡去了 這邊到處都還有箱子喔 不過倒是有一堆箱子我們可以好好的開一下 所以這麼一個飛船上面原來有 又一個星圖了 但這個星圖已經沒有必要了 我們來多拿一些金蘋果吧 這邊的 喔這邊還有很多的箱子耶 不錯不錯 再開一個 這些劍我是沒必要拿啦 不過看到了就算了吧就拿吧 那我就一直點這個深藍色的好了 也許就會把我給從那個地方跳下去吧 喔果然來了 所以說這個蜘蛛BOSS果然也出現了 但是 也太多其他的怪了吧 這樣就不對了 先把他砍死好了 所以呢 這邊之前呢果然 看來這個蜘蛛BOSS一定都是要我從 奇怪的地方來囉 這個先把他 是不是固定不了啊 還是說距離不夠近啊 我感覺因為太靠近他很危險的樣子喔 但是怎麼好像無法把他給固定住 不過還有一點就是他的速度其實本來就不快了 挺慢的 來吧看他要不要下來 下不下來啊你 給我下來 給我下來你還不下來 所以我這個其實真的隨便打他的話很容易可以把他打死了 那根本好像也沒有必要說一定要使用喔可以凍結了可以凍結了可以凍結了 不過呢不能夠有什麼奇怪的人來這邊妨礙我就是了 先把其他旁邊的怪的都先解決掉再說了 這邊的怪都很簡單 再射他一件補他一件他就還吐我毒 來來我們來看喔唷唷 馬上一靠近他就把我給那個了 幫我弄失明 失明要多久啊 失明也太久了吧 來來 凍結 凍結 凍結不了耶 凍結不了他耶 太誇張了吧 沒關係沒關係我們只要射箭可以把他射死就可以了所以 像我現在啊已經變成現在這個狀況了真的是只要靠射箭呢 就可以輕鬆的把他給解決掉了耶 感覺已經 對手並不是很多 感覺這就是 所以感覺就沒有說很難了現在打他的話啦 這邊的話怎麼會有水在這裡 我最怕水了 挖掉之後果然還是有箱子的太好了 這個地方還是有箱子的話 這先砍死掉吧 耶 拉自爆也可以了 兩個箱子 啊箱子拜託也多給我一點吸血鬼的書啊 行不行 兩 欸一本而已 但是總共已經找到了兩本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啦兩本吸血鬼的書 欸不對 這個好像 這個是不是 這個這個算嗎 不太知道這本算不算了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新夜深淵傳說 那這個走了兩個這個地牢呢 結果第一個地牢呢 一本吸血鬼的書都沒有 那第二個地牢呢 就直接讓我拿到了兩本書喔 只是 這本到底算不算呢 應該是算的吧 我感覺 你不知道不知道覺得他寫的東西好像不太一樣 好像覺得 也許他不算我也不知道 但不管怎麼說我們在第二個地牢呢 找到了這兩本書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啦 我相信我們離這個最高等級的吸血鬼 這條道路呢 已經 不遠啦 所以我們應該只會 越來越強越來越強 強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呢 應該也不會說強到非常誇張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喔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喔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掰掰 掰掰